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设计参考的则是中国传统吉祥物件如意的造型 它的赛道本身就是一个很光滑很流畅的S型曲线 我们中国文化元素里的一个重要的S型曲线表达就是如意的形象 那么它自然底下有个体育场这个不能办 关键是顶峰的这一块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块 当然通过我们中间挖开一个空间得到的好处 那重心后移这个本身的出条会变得更稳定 同时让这个形象变得更清明 在建筑中展现中华文化 这一理念在建筑师张力的诸多作品中都有底线 在接受中心社东西问栏目采访中 他告诉记者 其实血如意中还有一个隐藏的中国元素 只有奥运选手能够看到 我们把它往北转了20度 我们运动员出发的时候就能透过整个向东的这个山谷 看到远处长城那些地方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文化 也带动了中国区域发展 简单的时候冰雪运动你得去山里去滑雪吧 那么你肯定得离开你的大都市 这样大都市所聚集的这些人才资源 和他们所携带的资金也好 发展机会也好 支持也好 know how也好 就全都随着这个带动 比如说高顶 比如说高速 我们就缩短了像北京那样的大都市 和延庆和张家口的冲离 他们之间的距离 心里的距离就缩短 实际上就意味着更多资源被带动 在此次冬奥会中 中国也一直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将竞赛场馆融入大众生活 这些竞赛设施一定要融入 对常人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他才能在赛后被更多的人亲近地使用它 而不是远远地观瞻一下 当个旅游点拍个照片就完了 作为北京冬奥会场馆的建筑设计师 张力对北京冬奥会将呈现出 怎样的中国形象 也有自己的感受 从我做具体的从规划设计 到参与场馆建设 看着这些东西从无到有的过程来讲 我自己的体会是 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开放 更加尊重自然 更加重视可持于发展 也更加谦逊 愿意和世界一起分享 并且学习知识的这样一个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